凱凱遭保母臨虐致死 第一時間送往文山區的 萬芳醫院急救 但親友透露 保母和社工不僅向醫院謊稱 外婆是主要照顧者 還表示凱凱是異奶死亡 第一線接觸到凱凱的醫護人員 也透過朋友轉述 小朋友當下看起來不對勁 手腳背都有被煙燙過的疤痕 送來時也沒有生命跡象 所有急救藥物全部用上 但凱凱外觀偏瘦 肚子大 猜測可能是營養不良或血腫 急救時也沒看見保母 我是凱凱的阿姨 案件發生至金教授都在悲傷當中 也都在處理凱凱的後事 我們很肯定檢察官跟警方的偵辦進度 那我們希望偵辦的內容 可以完整的拼湊 希望還原案發事實 他又騙檢察官說 找不到外婆 找不到親屬 如果這個報道屬實的話 我們真的覺得這樣的呈現 非常可惡 然後我們會希望把他列成是個共犯 在這個判決還沒有出來以前 其實所有對於判的案件的意課 其實都不應該存在網路上 不過一名大學生在第一話分享 立挺成姓社工表示曾經是他輔導的個案 不相信社工阿姨成為大家口中的人血社工 社工是否淪為共犯 還得等檢調釐清 如今凱凱阿嬤也決定對保母提出告訴 要替凱凱凱一口氣 三連新聞 鄭小人陳一祥 徐香雲 台北暢報道